謝謝主席,我是不是請一下部長 請部長 校園好 部長好,我想今天這個有關國防部的這些基金 我還是要再次來請教部長,你們這個高雄205兵工廠的搬遷計畫現在進行到什麼程度? 我記得四月底我們在高雄開會的時候你們有講到說11月會完成選址計畫 那本來你們前天有給本席一個函,說昨天你們要開會審定,結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審定 前兩天高雄的副市長還有他們承辦單位的一些人有上來 我們再做了一個最後的研討,最後協商,最後的結果是希望我們在這個12月以前 12月底以前完成整個這個位置的選定 然後在明年再完成這個搬遷計畫 這個時間都已經把它訂好了 部長,我覺得這個東西你們實在是已經拖太久了 我把過去幾年的院長、部長的指示 我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 2009年的時候劉帳玄院長就說要求國防部在最短的時間提出專案報告 然後吳敦義他說三年內,2009年吳敦義說三年內要完成定案 高華柱也說他們會整場遷移沒有問題 甚至一直到上上禮拜,吳敦義再去高雄 他說205兵工廠的遷移計畫馬英九總統已經認可 所以你們會立刻透過都市計畫去辦理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這個205兵工廠的遷移這麼困難 剛剛我記得部長在回答陳必涵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你說你會配合各縣市的這些都市計畫的發展 那205兵工廠的遷移已經拖了十幾年了 部長,你們有沒有更進一步更積極的作為 你現在十月底你到高雄的時候你答應我說十一月要完成這個選址作業 你現在要跟我說你上個禮拜 跟高雄的某個副市長說你們要到十二月底才能完成簽紙作業 那還要再拖到什麼時候呢 把委員沒有拖,我們都在平均在做 那我請軍委局長跟你報告一下 好,來,請說明 委員好,向委員做個說明 那麼根據我們的政策是要待差待見先見後簽 而且根據... 你這個政策已經講十幾年了 向委員做個報告,最重要的是虛地的機關要當作主政機關 虛地機關是高雄市政府 所以高雄市政府要當作主政機關 而高雄市政府一直到今年六月才答應擔任主政機關 他一擔任主政機關,他必須要告訴我們 我們要搬,要搬到哪邊 所以高雄市政府給了我們一共十幾個可能會搬遷的地方 市長,你講的這些東西我都清楚啦 你們本來十八號給我的喊說你們已經選定了 要在燕草的釣基林農場 突然呢兩天又變卦 又告訴我現在選不出來了 報委員這個是一個非常慎重的問題 然後我要請教你,你們的就算好,你現在告訴我你十二月會決定地址 明年才決定拆遷計劃,你們這拆遷計劃都不用先做 像委員報告,權勁地址還包括環保還有水資源的調查 還有我們自己兵工的生產的生產線不能夠中斷 有很多其他的考量 所以那天劉副市長來了之後 我們就對劉副市長講,請他我們這邊的工作小組已經編成了 請高雄市政府也馬上編成工作小組 我們在工作階層要對實質面資金做討論 市長我告訴你,你們這個叫拖延戰術啦 報委員絕對沒有拖延 高雄市政府已經很早以前就編成小組了啦 你們每換一個部長或每換一個行政院長 這個案子呢就重講一遍 沒有報委員,高雄市市長從來沒有改變過 高雄市市長已經不曉得幾個國防部長跟你不曉得幾個國防部開過同樣的會了啦 報委員,最重要的問題是高雄市政府沒有裁員 所以那天就讓劉副市長來特別講 他們說這樣的做法,希望我們把205廠先撥出一塊地方來 你們到底有沒有心要去落實這個東西啦 你們一直叫高雄市政府代拆代建 這個是冰工廠,戰地這麼廣闊 下面是你們的這個兵器研發 高雄市政府有辦法拆嗎 有,我們現在控訴一塊地,高雄市政府建議有一塊地 把高雄市政府有能力幫你們拆嗎 好,就算有能力幫你們拆,高雄市政府有能力幫你們建嗎 他隨便找人來建,這個沒有設立國防殖滅滅嗎 劉副市長特別對我們講,總高雄市會完全配合我們 他說他們的動作會比我們還快 高雄市政府當然是要被委員 因為這一塊地阻礙了高雄的發展啦 這你們國防部一拖拖了14年啦 你們防害高雄的發展,防害了14年啦 我真的沒有拖 怎麼會沒有拖呢 我這個機關要去搜索裁員,現在高雄市的那個 你們把所有的責任推給高雄市政府 所以你就認為高雄市政府沒有拖 我再請教你 剛剛陳委員也特別談到了眷村文化的保存計畫 這個東西你們也一拖好幾年過去了 部長,你上面到現在你們有沒有什麼更積極的作為 二零五兵工廠趕你們不走 眷村呢要讓你們保留留不下來 這個錢,要不我念給你聽 一百零一年跟一百年編了兩億 一毛錢都沒動過 一百零二年再編兩億 到八月為止一毛錢也沒動過 一百零三年還要再編一億 你們所有的審查計畫全部是終止 全部都沒有過 報委員我們請那個 政壇局向您報告的進度 這還有什麼進度可言 你們沒有辦法審查 每一年編一億編兩億 一毛錢都沒有花掉 報委員,如同上個月 個人隨同部長到高雄 我們的說法跟做法是一致的 十一月底我們就召開 眷村文化保存的審議委員會 我們會對眷村文化保存的做法 做成一個決議 接著就對於這十一個 符合眷村文化保存的這些村子 做一些比較政策性的決定 十月底如果成不出來呢 我們不做假設性的可能 我們有這樣的做法 軍人不是應該防範於未然嗎 什麼叫不做假設性的可能 報委員 你確定你打炮到一定能夠打到對方嗎 如果打不到怎麼樣 十一月份的審議委員 你們不能夠做一些預防性的測試嗎 十一月份的審議委員會 已經沿著做了這麼久 軍事文化保存計畫一直沒有辦法執行 你告訴我說你不做假設性的問題 如果還是十一月二十八號還是不能審呢 還是審不出來呢 報委員 今天建築文化保存之所以遲遲沒有能夠突破 關鍵在地方政府的土地容積移轉 還有都市計畫變更的問題 但是我們也知道了 所以才在十一月開這個會 這個會議的組成分子 多數是民間的學者跟專家 好啦 不是國防部能決定 好啦 反正國防部千錯萬錯都是地方政府的錯 都不是你們國防部的錯啦 錢用不出去也是因為地方政府配合度不高啦 也是地方政府沒有辦法選擇選定啦 地方政府沒有辦法配合你們的代差代定 地方政府沒有辦法配合你們的拆遷計畫啦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都不是你們國防部的錯啦 你們國防部層幾何時能夠積極一點去做這些事情 一個二一五兵工廠拖了十四年 一個眷村無外保存計畫 五六年來每一條錢沒有動過一毛錢 部長 如果十一月二十八號還是選不過 有沒有人要為這個事情負責 有沒有 那個選地的問題是 文化保存計畫 如果還是審不出來有沒有人要為這個事情負責 該為這個事情負責 我們有權力以赴 什麼叫權力以赴 不要跟我說官話 你給我一個承諾 有沒有人要為這個事情負責 這個時間上面沒辦法這樣限制 這個時間 那就是繼續拖上去嘛 那就是繼續一個懸案嘛 不是我們國防部能夠決定 你知道你這個錢 錢花不出去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經費質詢率的問題 在地方上是造成治安死角的問題 你們都沒有去考慮過這個東西 二零五兵工廠一拖十四年 地方的發展嚴重受到你們的阻礙 你們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給個正確的承諾 沒有辦法給個正式的東西出來 十一月底講到現在又變十二月底 十二月底我也不知道你們到底選不選得出來 你自己想告訴我又要還評又要幹嘛 又是地方政府不配合 這個我們是為什麼會到十二月 我上次到高雄去也跟委員建國面談過這個問題 我們就全力積極的去做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你們在拖延 十一月底當時我們在高雄 十一月底是你們自己提出來的時辰表 現在你們自己又把它改成十二月底 不是我們改的 是跟地方協調完了以後 他們 那你們可以告訴地方嗎 你們當時就答應我 是十一月底呀 你們連這一點堅持都沒有 怎麼作戰呢 怎麼打仗呢 你們連基本的東西都做不到 你們下去以後再檢討一下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